今年F1已经经历了4场大战,算是度过了5分1的赛事 我相信无论你看了F1多久,是支持哪支车队,都一样会有个疑问 就是,我们认识的平治去了哪里呢? Yo,大家好,我是L,有高自然有低 这段影片我们先不讨论他们为什么今年会大退步 反而我就和大家一起回到旧时,探讨一下Mercedes平治是怎样垄断F1 今年4场比赛里面,平治的最好成绩是第三名 分别在巴林站和澳洲站,由夏美顿和罗素分别得到 两次可以上台的原因,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韦斯卡帆自爆 咳咳咳,是对手退赛,明显他们不是用自身的实力冲上去 现在的车队彭行榜里面也只是第三,很明显,现在的平治 绝对不是在真性车队之列 但为什么我们都会这么关注平治呢? 相信一大原因是他们以前真的太好了 由2010年正式组成车队踏入F1之后 在2014年开始,就一直清白了百年车队总冠军 是有史以来,连续拿到车队总冠军次数最多的车队 如果把Honda也计算的话,Honda和Flaury都只是分别拿到6次的连续冠军 另外他们也拥有一个错过里面,赢车次数最多的记录 2016年的19次 对啊,如果你不是平治车迷的话 那一年应该在怀疑人生 要了解这些惊人成绩的背后 就要由他们的车队历史开始讲起了 平治作为一间百年汽车品牌 甚至被誉为汽车的发明人 在1930年代开始就已经参与各类的赛车赛事 必法拉利更加早出现在赛车场上 不过在1955年的6月,利曼24小时乐力赛里面 发生了一件赛车史上最可怕的意外 平治的赛车发生碰撞,大量的赛车碎片飞入人群 事件造成了83个观众和一个车手身亡 另外123个观众和长跌人员需要送院 这场利曼灾难导致平治从此完全退出赛车赛事 一直到1989年,如果想了解多点这场利曼灾难的话 可以看看这部短动画利曼1955 连结我会放在下面 到了1995年,平治才以引擎制造商的身份 和麦拿伦合作出战F1 期间经历了最辉煌的夏建伦古达年代 当然还有咸美顿出道时期 2009年Honda退出F1 转手被Ross Braun成立了Braun Grand Prix 他们使用平治的引擎在极低预算下 以超强的空气动力套件 再加上不断的努力,取得2009年车手和车队总冠军 是史上第一支车队,出战第一年就赢得两项冠军 亦都在这个时候一个重磅消息出路 平治决定收购冠军车队 保留他们在英国Brakesworth的研发部门 并且改名为Pantulas Mercedes AMG 正式出战F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Mercedes 其实前身的前身是Honda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一下F1车队的混乱瓜葛 由于当时Braun车队两个车手都要离炒 平治就向罗斯堡招手 亦都请到退休的舒默加出山 组成了全德国人组合 成军初期平治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成绩落后在法拉里和麦拉伦之下 又遇上红偶的辉煌时代 成绩平平地度过两个年头 到2012年平治开始见到一些楚光 罗斯堡赢得中国大奖赛 舒默加亦都在摩納国大奖赛里取得铺 最终全年都是在成绩一般底下完结 然后就进入了平治关键的2013年了 2013年对平治来说是奠定日后风光的一年 先是车队管理层在2012年尾的大变动 有两个关键人物入主车队 第一个人是前F1世界军军Nicky Nauder 以非执行董事和固猛的身份加入车队 而另一个人就是今天的F1 King of MeanToto Whoop 他离开威廉市收购了平治30%股份 出任车队董事和管理人 顺带一提 Nicky Nauder也拥有车队的10%股份 2012年季尾 舒默加的合约有个随之完结 本来舒默加在合作的初期已经表明 他的目标只是要协助成军初期的车队 舒默加的离去 意味着他们将会缺少一个可以将车队推进的车手 当时的最强车手 华迪尔、艾朗素、韦伯、拉高伦 都有合约在身 亦不容易刮割 在平治的面前 是同为德国籍的半生人 侯金堡 不过当时 彩华阳逸 拥有世界冠军投行的韦伯顿 和麦拿伦车队的不和 已经是车场里面的公开秘密 而他的合约亦是2012年完结 在Nicky Nauder的协助下 韦伯顿加入平治 不管你认不认同 韦伯顿在平治的称霸里面 的确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由军师、将军去到战士 平治拥有了最强的阵容 全身阵容在2013年赛季里面 就为了车队赢了三场大奖赛 虽然华迪尔最后也是压倒胜的胜出 不过就被Red Bull偷着落多一年吧 因为2014年引擎大改例 2014年F1由V8引擎 进入到Turbo V6混能引擎年代 混能引擎是什么呢 相信都不需要我太多巴默去解释 就是将传统的汽油引擎 再配上电力驱动的摩打 严谨一点来说 应该称为混能动力装置 Hybrid Power Unit 而刚好这个领域正正是 平治最强的范畴 因为车厂做了2007年 就已经开始研发 ERX动力回收装置 这里要讲一个题外话 引擎至1876年被发明 当时的热效率大概只有17% 即是说燃料里面 只有大约17%的能量 被真正转化为实际的动能 其他的都在引擎作动的时候被浪费了 当2013年 即是F1引入混能动力装置的前一年 F1在用的V8引擎 热效率都只是大概30% 不过2014年F1改例之后 V6混能动力装置透过加入了ERX动力回收 热效率上升到40% 而当中最为突出的 就是平治的动力装置PU-106Hybrid 是最早突破40%的引擎 3年之后2017年 Mercedes 的F1技术部门 开发了F1M08EQ Power Plus动力装置 热效率更加超过50% 成为了当时有史以来 效率最高的动力装置 在短短的几年里面 就已经将动力装置的效率 带到用了100多年都未能够接触到的高度 再加上Mercedes 的ERX 由2007年用于开发测试 电池重107kg 效率只有39% 到之后缩小到20kg 效率提升到96% 整个过程都只是在10年内完成 除了动力装置之外 Mercedes 的空气动力亦都很强大 要知道他们的前身 Bron Grand Prix 当年就是以超强的Defuser奪贯 连最强武器都拿到手的平治 在2014年的赛季 是以每圈快对手1秒的优势下完结比赛 Mercedes 的屈肌年代正式开始 加上平治的强劲研发能力 真是创造力量和幻想会客你一跳 例如前年的Dars 以至今年没有Cyproc的CCS 先不理效果如何 的确他们是现今F1科技界的担当 至2014年 虽然F1的法规都有改变 但这些都是小改变 例如车胎变阔等等 核心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亦都是平治可以屈肌屈足百年之久的原因 不过自去年F1面积大幅度缩小 以及今年大改空气动力 这种屈肌正在慢慢被打破 很快就去到2016年 这一年是我最记忆深刻的 因为这一年的F1 全名应该是Mercedes Grand Prix 以及F1.5 赛事变成夏美顿和罗斯堡 分裂出来的两支车队内斗 他们怎样内斗呢? 我就在这里不做详述了 不过他们的内斗 绝对是对车队的一项危机 由西伯尔大章赛 两个人双撞互相指责 到之后两个人的车队 不再互相分享资源 到最后一场 夏美顿公然违抗车队命令 这一年我作为花生友 表示十分之开心 但这个危机 就在罗斯堡胜出宣布退休之后终结 以Toto Wolf 为首的车队管理人 当然深明白 两个相似的车手 会对车队造成的影响 毕竟不再被这个事情发生 他们选择了寶达斯 至此夏美顿就成为车队一号车手 而寶达斯在这几年 亦做足Ringman的本分 别看近年寶达斯 好像不让车队重视 经常出现 事件 其实他称职的二号车手功能 是令到车队外不释手的 因为平治是自2017年到去年2021年 五年间唯一没有改变过车手阵容的车队 对手同样好打 实在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 当平治在2010年加入比赛的时候 法拉里、红牛、麦勒伦等等的车队 的确是领先的车队 三方互有竞争 拿着人称火星车的华迪尔 都不是长长赢得那么轻松 自从新规例在2014年实施之后 前列车队里面 每一支车队都面临着内部的问题 法拉里就经历了多次的领导层更替 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角力 2018年他们本来是能够挑战平治的 但就由于Bilonto 和Edwin Verbenet之间的权力斗争 令车队没有足够稳定对抗 加上有无视车手对赛车的意见 Pick Crew又是偶有神作 拥有四届冠军华迪尔也无力回天 以麦勒伦自决定和Honda合作之后 将自己的实力强行下降至GP-2 车手的阵容又多次改变 加上后期车队开始出现财困 拥有两届冠军艾朗素也无补于是 而红牛就经历了青黄不接的年代 自华迪尔离队之后 一直都没有一个车手可以担大棋 很不容易出了一个列卡道 但就苦于没有二号车手 到了年轻天才韦斯下半出现 又迫走列卡道 再加上在混能年代前期 红牛都是用无竞争力的雷洛引擎 他们由合作去到不和 直到他们和Honda合作 才可以由底盘效率、空气动力 去到动力装置之间 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 在主要的对手都不成气候下 平治就成为了三国志里面后期的危国 熟国五国自己都没搞定 又哪有力起兵挑战呢? 最终平治王朝自公元2014年开始 一统十国长达百年之久 史称平治屈基盛世 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部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总括了平治盛世 是内部和外部加上的结果 还未说平治 绝对是车队里面 数一数二资源充足的厂队 车队的引擎赛车研发 都是自家完成 赛车都是为车手量新订造 但到了今年2022年 战况产生了大改变 F1会不会回到以前的四国顶蓝 还是最后仍然又平治一统江湖呢? 到目前为止 领头的四队各自都有隐忧 最后哪个跑出 仍然是未知之数 你又觉得平治会不会再次重光呢? 还是会有其他车队取义代之? 留言告诉大家吧 为了支持今年的DSG考生 我会送出100套的口罩襟章 以助我一点点的鼓励 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 也都欢迎热心的朋友义买 送一份礼物给回考新闻 可以去到下面的说明栏了解一下 最后要感谢对Elro一直不离不弃 用实际行动支持Elro的Patreon 契义和Families 有Alvin C Longin at VAF Club HK Cherry Lee Sou Chi Ray Fantastic Bobby Jason 5 Main Kitchen SG Mike Lee RealNow Sup 93 Photography Sarville 套 许盖工 Andy Yip KW 电动车充电地图 英国创城地产 FU777 TM小杀 Herdley Investment 做一众Elro's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们逢星期五由Elro讲车 星期二由Elro讲车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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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